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要注意 让他把话讲完 然后接下来的事情要make sense 如果有旁白的话用旁白串场也好 用其他画面串场也好 或者说实在说两个内容不相干 可以用一点点转场 或者说字幕 然后说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者这个时候你没有画面 你就说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用字幕来代替 然后至少让大家有一个合理性 这是在后期剪接的时候大家要注意的 虽然后期呢 它也是一个画面的重组 对 其实学个影视的话 这叫蒙太奇 就是把不相干的画面剪在一起 让他看上去是make sense 让他看上去 比如说我现在挥玉拳 然后后面的人 然后假装啊 但是我实际上我没有打到他 但是我把两个画面剪在一起 就好像我打到了他 所以这就是画面蒙太奇 也是画面的一个流畅 然后我比如说我挥一个拳打出去 另外画面是一个人在洗手 你就这个两个就不相干的 这就属于不相干的画面 但是也是常常 刚刚接触剪接的人的一个 常常会发生的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角度也不一样 然后就觉得画面也不相干 我早期我刚开始的时候 做简介的时候经常有这样的错误 所以这个要注意的 我们要知道画面的这样逻辑性 完整性跟流畅性 这都是剪接的时候要注意的 如果实在是两个画面实在是差太远 用其他方式做过场 然后用转场特效也好 或者中间插字卡也好 说解释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当然你最好也要配乐 你做一个见证的话 让一个人在光在这边说 就会觉得很干 然后你希望可以加点音乐 他讲的故事非常振奋人心 你可以用一点振奋人心的音乐 他讲故事非常的悲伤 你可以用一点悲伤的音乐 比如说音乐是可以感染人的情绪 你也希望可以把人带入到你的这样一个视频当中 所以可以配上一个合适的音乐 当然他讲悲伤的故事 你不能配一个非常亢奋的音乐 然后他讲一个非常开心声 你配上一个非常诡异的音乐也不对 所以音乐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当然你音乐声音也不要太大 盖过他讲话的声音 所以垫在后面 把声音拉小一点 垫在后面就是作为一个background music 然后去润色整个影片 然后要记得要给credit 因为我知道很多教会剪完了 剪完就完了end 就有了连end都没有 直接就结束了 这是一些可能入门的人 他们也是会常常会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 希望就是说如果你们要做的是比较系列性的 或者是更专业性的话 最后可能要跑字幕跑马灯 或者说给一页 如果人员很少给一页 比如说二摄影是谁 然后剪辑是谁 然后说感谢 或者感谢谁 谁哪个姊妹 或者感谢哪个教会提供场地 等等等等等等 会给参与的人一个credit 所以大家更有参与性 也是给他们一个肯定跟鼓励 如果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做的话 当然就OK 无所谓了 但如果是一个team来做的话 就要给整个一个team一个credit 然后或者说你们team说 我们每个人我们不愿意出名 但是我们有一个 我们是教会的mediateam至少后面写一个 某某某教会mediateam制作 对 将来你发到网上去 别人看到了 觉得真好 我也可以去联络你的教会 可以找你们team来帮忙也好 或者说向你们来学习也好 大家这样就会有一个交流 也知道是谁 也是鼓励大家的一个积极性的一个方式 就是要给credit 好 那就是提到最后的呈现 我们上位提到说你制作完影片要上传到网络平台 当然你们可以继续的是有推广 分享 然后在网络上做推广 做分享 然后如果你们有微信群 line群 可以发到群里说 大家看这是我们做的影片 我们做的见证 然后如果你们本身就要在其他的这些基督徒群里面 我觉得有很多人他们会加入很多这种基督徒群 然后祷告的群 这个群那个群 也可以发到这些群里面 甚至 如果这个 当然我说 当然也可以加到一些非信徒群里面 只是我知道有些群很反感 大家有些人发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就尽量用合适的方式把它传播出去 因为我们做媒体就是要传播 我们做传福音也是要传播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做的东西 尽量的推广传播出去 把它分享出去 2 3 2 10